拿著自家產品 炭飯毛起來招攬生意 排骨酥炸得金黃酥脆 夜市的小吃美食吸引爆滿人潮 這是台中最新開幕的太原夜市 人氣超旺 但是卻傳出 業者根本還沒取得營業許可證 就已經先頭跑 因為我們這個場主很有信心 因為我們跟這個場主都跟了 一二十年了 我們跟他很久了 對啊 他會幫我們想辦法 太原夜市原本是在東山路的 東山觀光夜市 業者提出申請移到太原路 目前還在審核階段 卻已經開始試營運 市府強調只要超過三十攤營業 就要開罰五萬至十萬元 看看太原夜市從開幕至今 短短四天 卻已經出現滿地垃圾 甚至還有殘留的食物丟在地上 這片景象 簡直讓附近的民眾嚇壞了 已經投訴四件 揍陰垃圾以及油煙問題 我們都有在打掃 只是說 人力沒有預期的多啦 今天我們都慢慢補強 根據規定 業者必須把申請計畫 張貼在里辦公室三十天 讓周邊居民以及里長提出意見 把報告送到金發局決審後 才能營業 業者私自投跑 除了可能被日令停業 還會被連續開罰 也影響里頭上百個家庭生計 記者林建文 聯運編還知情台中 採訪不到